2009年,瑞丘·麦亚当斯·艾瑞克·巴纳主演的问世,尽管影评人眼里这部爱情电影评价一般,但依然受广大影迷喜爱。 如今,这部以澳大利尼分隔原著蓝本的作品将推出影集版。 在又一次走入克莱和亨利坚,令人难以置信的奇幻爱情故事前,一来看看这次剧版的五大看点。 相信熟悉英国影集,观众都知道史蒂芬·莫法特这号人物。 从英国家户晓的超时空奇侠,到魅力席卷全球的新世纪尔摩斯,都可看到他在幕后的贡献。 而在从影述十年来,他英国女星罗斯莱斯利自2008年出道,陆续演出些小配角, 直到参与《冰与火之歌》,权力游戏饰演女野人耶哥瑞特让他知名度大声,且不仅事业得意, 更和男主角基特哈林顿假戏真作,交往多年在2018年成婚,并于2021年晋升为新手妈妈。 此次他获得了史蒂芬·莫法特的赏识,赢得了演克莱尔一角的机会。 对此,史蒂芬·莫法特表示,要饰演克莱尔的人选事件棘手的是, 因为他一点不消极,但从表面上来看很容易会让人感觉他叫退却。 视镜中有许多很棒的演员,但就是少了霸气, 而罗斯·莱斯利在试镜时完全沉浸在其中, 让来自英国的席欧詹姆斯在分歧者系列电影。 劫后,较无出色的知名作,倒是接下数个配音功, 包括《魔水晶》、《抗争时代》、《恶魔城》、《恋魔士》、《狼之噩梦》。 而此次他继桑迪顿的夏天后再出演爱情类型品, 对此,因为他得扮演不同时期的亨利,有不是别讨人喜欢, 但又有点迷人的时刻,也有年长一的政治家版本, 我们在剪接室还在惊叹他独自初识的对比, 他很常地这么做,仅仅在这些小戏上, 他就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不同的亨利。 不少据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都会在角色设定上做更动, 但史蒂芬·莫法特认为《时空旅人之亲》里, 女角克莱尔是为红发女子的设定不容更改, 有时在一个故事中,一些细节无关重要, 但有一些却如此。 好比说詹姆斯·庞德不能突然就变成006, 福尔斯不能住在贝克街以外的地方, 这些细节看似不重要,但事实上不是如此, 所以说克莱尔必须是红头发的。 尽管这个故事的定调经常是很正的, 但史蒂芬·莫法特还是能够在过程中注入一喜剧色彩, 这指的是男女主角都视为是一个亮的第四集。 该集中,角色们在克莱尔的公寓里, 为桌子吃饭,一些出乎意料的桥段随即展开根据TV Insider出, 时空旅人之期影集首季六集并未说完整个事, 因此主演罗斯·莱斯利也敲碗第二季发生, 7.能看到更多集数, 希望观众能够进一步了解这时代最伟大的爱情故事之一。 其余卡斯包括鬼, 亲凯特·希格尔,《我爱上的人》是奇葩戴斯·敏伯格, 法网尤隆,特案组纳塔沙洛佩兹台湾观众届时, 可在Catchplay的HBO GO专区同步收看, 延伸阅读HBO城市恶伴舞大看, 制裁者强版N色暴力警察眼太好惹毛编剧量, 漫长等待结束, HBO科幻美剧西方极乐元首铺第四预告。